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已经被捂了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车祸遗云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天的说法 2011年4月29号晚上7点30分左右 在滬荣高速江苏镇江段发生了一起车祸 一辆小客车撞死了一名行人 警方进入调查之后发现这件事情非常蹊跷 远不是一起交通肇事那么简单 车祸发生的时间是2011年4月29日晚上19点30分左右 地点位于滬荣高速公路由东向西方向220公里处 在第一车道上听到一个小型普通格车 引擎盖 已经被撞到这里已经翘起 变形翘起 挡风布局 赛花了 布局布局开花 就像那一个头型 蒙的邦荡就撞上去的这种感觉 在事故车辆前方六七米的地面上 躺着一名五十多岁的女性 已经死亡 开得好好的 前面是什么情况 交警当机控制了事故车辆的驾驶员 她说她在第一车道上往前开 开得好好的 撞了一个黑影 她开了一串 哎呀不好 什么东西 赶紧就出来刹车 刹车连出来事才之后呢 帮让我合一下 当时一上那间 她算了是人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她都搞不清 后来下次一看 哎呦是一个人 后来就赶紧报警 经过对事故司机 进行酒精等相关检测 交警排除了司机 酒驾和超速的可能性 根据现场勘验 交警初步判断 这是一起 由死者突然出现在高速公路上 而造成了意外事故 不过交警十分疑惑 在漆黑的夜里 死者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高速公路上呢 我们当时真的简单了 这个在那上山一带 下山的裤子一带 看一看 可以有东西吧 什么东西都没有 当时能指望能找到什么身份上 后来能其他能证明他身份的 交警在死者身上 没有发现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 却又发现了新的疑点 发现他的尖胶果上面 有一个类似 在多一类的 让你紧张或者别上去 形成这种伤痛 有着23年从警经历的高速交警 张岳祥曾经从事过行政工作 他敏锐地察觉到死者身上的锐体伤 表明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件 此时不少的货路车辆停了下来 高速公路上出现了一些围观的人 不要看不要看 上车上车 交警在疏散围观车辆之后发现 有一辆黑色的小轿车 始终停在应急车道上 车里却并没有人 可能我呢就去打开这个驾驶门 看看车辆的到底是什么情况 打开车后发现 这个注意考虑上有些虚拣 一个人莫名其妙地闯进高速公路 并引发了车祸 现场还发现了一辆可疑的轿车 交警们凭着职业的敏感 觉得这可能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 他们决定从现场那辆可疑车辆入手 展开调查 交警将现场可疑车辆的车牌信息 输入到了车辆管理系统中 发现车主是江苏省丹阳市 皮城镇一个叫朱金芳的女人 经过朱家人确认 高速公路上被撞身忙的死者 正是朱金芳 想想我跟阿姨 最后阿姨在五年了 我看到我的阿姨 一眼自己的书面就闷了 心情很难受 朱金芳的丈夫说 朱金芳没有工作 平时就靠着开家里的私家车 送客人 赚一点外快补贴家用 出事的头一天下午 妻子还出车去送客人了 之后就一直没有回家 没想到竟然遭到了不测 那么4月29日那天夜里 彻夜未归的朱金芳 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经过事件 法医出去了朱金芳的事件报告 一划显示 朱金芳的死亡原因 是交通事故造成的颅脑损伤 同时法医也发现了一个疑点 在朱金芳右侧肩部 有一个大小1.5厘米 乘0.9厘米 深达5厘米的尖锐伤口 这个伤口并非交通事故 撞击造成的 当时就是给人疑惑 是不是 教师当时坐在车厂 被车厂某个人 拿到一个刀啊 曲子啊什么一类的凶器 你可能刀的外面再逼一点 外面再顶一点 再一顶一撞 那么究竟是谁 在被害人朱金芳遭遇车祸之前 将朱金芳刺伤了呢 朱金芳突然出现在高速公路上 并遭遇了车祸身亡 会不会就和被人刺伤有关呢 为了解开疑点 交警将案件通报给了朱金芳户籍所在地的丹阳警方 丹阳警方首先对朱金芳的车辆进行了勘验 我们发现了驾驶舍脚件 还有座位上面有一些血迹 在后座上面呢 有一件外套 外套里面有一张名片 还有一个小的塑料袋 塑料袋上面呢 贴着一个号码 还有墨镜 还有刀具的包装盒 朱家人反映 车里的东西并不是他们家的 那么这些东西会是谁的呢 警方首先对车里的血迹进行了DNA比对 结果显示血迹是死者朱金芳的 随后刑事技术人员又提取了车辆里的一些指纹 期待通过对指纹的分析找出新的线索 这些指纹这个现场已经被污染 应该说对我们的正常驾驶也不是太大的 那么遗留下来的就是刀鞘 墨镜 还有一个在这个商艺可待里发现的这张名片 车里遗留的这张名片上 因有江苏省长洲市某灯具店两名销售员的姓名和联系电话 那么名片上的人会不会和案件有关呢 于是丹阳警方赶到了江苏长洲进行调查 请你看一下这个照片 这个名片是你见识的吧 对啊 是的 丹阳警方了解到 名片上的两名销售员在案发时都没有离开过长洲 显然他们没有做案的时间 既然是这样 那么这家灯具店的名片 又是怎么出现在被害人朱金方的车上的呢 我们有进一步的问他 最近有没有什么说人啊 老乡啊 亲戚朋友啊 过来过啊 这个老板当时他想了一想 最近是有一个人来过 是我原来的邻居 这个人叫徐伟 灯具店的老板反映 案发两三天前 一个叫徐伟的老乡曾来店里玩 顺手拿走了一张店里的名片 徐伟离开灯具店的时候曾说 他要去丹阳的皮城镇 而丹阳皮城镇正是死者 朱金方所住的地方 这会是巧合吗 灯具店老板向警方提供了 徐伟的手机号码 当时店主把徐伟的号码翻出来 我一眼一看 就是遗留在现场 这个名片旁边 有个小字图上面写的号码 是一字的 说明这个徐伟的嫌疑 有进一步上升 灯具店老板还反映说 徐伟离开的时候 穿的也是一件黑色的外套 综合之前的调查 民警分析 被害人朱金方车里遗留的外套名片 应该就是徐伟的 那么这个叫徐伟的人 会不会就是刺伤朱金方的人呢 只能说明 那么徐伟他坐过受害人的车 也有可能徐伟坐过他的车 然后下车的时候呢 把外套落在他车上了 不管怎样 徐伟在时间上是有作案嫌疑的 警方很快调出了徐伟的户籍资料 资料显示 徐伟是湖北省济春县人 曾经在丹阳一家灯具厂打过功 但是当民警赶到这家灯具厂的时候 却发现徐伟早已辞职 不知去向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个叫徐伟的人 刺伤了朱金方呢 这个时候 朱金方的丈夫又向警方提供了一个线索 于是警方又继续调取了沿路的监控录像 终于发现了朱金方的车辆 案件的侦破刚刚有点眉目 线索又断掉了 现在通过遗留在车里的名片 还有电话号码 警方能够确定 徐伟至少坐过死者朱金方的车 但是他是不是嫌疑人 现在还不能确定 那么遗留在车里的墨镜 和水果刀的外包装 能不能为案件的侦破 带来新的线索呢 监控锁定嫌疑人 行踪诡秘 只能说明 那么徐伟他坐过受害人程 只有驾驶人本来 副驾驶上来没有来 警方寻踪匿迹 突然上线的QQ号 让案件柳暗花明 终于有他的终极了 这个人没有持续 当时我们那个行情 还能一下子跌倒低谷 车祸一云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今日说法正乱播出 老板 你这里买这个刀吗 公美 这里哪里有买这个刀的呢 查询过去 没有 你还没去找着去 遗留在现场的墨镜 和水果刀包装盒比较新 警方判断应该是嫌疑人 新购买的 于是警方对当地的商铺 展开了调查 这个地方 就是那个老板那个 不正环境 这个地方有的吗 那边有的 那边有的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 出售墨镜和水果刀的商店 前面所有的超市都跑过来 最后一架 发现了这个刀墙 我一眼就认准 他这个刀墙上面 这个老板自己写了一个这个价格 一个笔记 跟这个现场也有刀墙的笔记 可以说是基本一致 说明应该就是他家买出去的 这家超市柜台的上方 正好有一个摄像头 于是警方调取了监控录像 你看他买了一把刀 现在付钱 现在把刀放到背包里面了 看到没有 看到了 手上搭着一件衣服 这个衣服跟那个车子上的那件衣服 也很像 有点像的 蛮像的 你看 身高还体型 民警注意到 监控中 买刀人胳膊上 也搭着一件黑色的外套 而这件外套 和受害人车里遗留的那件黑色外套 几乎一样 那么买刀的这名男子 会不会就是嫌疑人呢 锁定了嫌疑人之后 警方下一步的任务 就是要确定嫌疑人的身份 综合之前的调查分析的 这个买刀的男子 跟登局店老板 反映的老乡徐伟 起码特色也比较相似 那么遗留在现场的这个手机号码 登局店老板反映了徐伟的使用的号码 也是同一个号码 遗留在现场的这个黑色外套 那么和这个监控上这个男子 外套 也是很像 这个徐伟有重大作案嫌疑 徐伟的重大作案嫌疑被确定之后 丹阳警方将徐伟列入了网上追逃的对象 并派出了追逃组赶赴徐伟的家乡 湖北季春县进行抓捕 我们通过他的家属邻居 这位接触了解下来 应该这个徐伟呢 他属于长期在外 基本上不与家里联系 而之前民警掌握的徐伟的手机号码 却早已停机 此时专案组民警诱惑西 徐伟喜欢上网QQ聊天 于是丹阳警方找到了徐伟的QQ号码 却发现这个号码在案发之后 也没有再登陆过 那么徐伟究竟藏身何处呢 一晃时间到了2011年10月份 此时距离朱金方遇害 已经过去了五个多月了 案子依然没有侦破 朱金方遇害之后 家里的生活靠丈夫一人 起三轮车运货来维持 我们家四个人 我和爱人 我母亲一个女儿去家了 平时我的工作就是 三辆马车大 在外面搞好运 一里手要大概三百左右块钱 朱金方的丈夫说 他和妻子没有正式工作 日子过得并不容易 就连家里后来出事的那辆车 也是借钱买的 案子一直没破 他心里一直不踏实 而同样着急的 还有丹阳的警方 直到2011年10月 案件才有了新的进展 徐伟的QQ号码上线了 突然上线了 当时我们的心情 非常激动 也非常高兴 终于有他的踪迹了 徐伟QQ号号登陆的地点 显示的是云南省昆明市 丹阳警方请求云南警方 对徐伟进行控制 同时派出侦察员立即动身 赶往昆明 当我们快要准备 这有的时候呢 云南警方来电话 说他们那个人找到了 不是徐伟 当时我们那个心情 一下子跌到低谷 云南警方通报 使用徐伟的号码上网的是 徐伟的一个老乡 尽管没有抓到徐伟 但是警方认为 徐伟的这个老乡 或许被案件侦破 可以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我们认为呢 既然徐伟可以把这个QQ号给他用 说明他们两个关系 很不一般 而且是案发后五个月 五个月之后 那么这个人呢 应该会跟徐伟有联系 于是丹阳警方 或议同昆明警方 对徐伟的这个老乡 展开了调查 果然发现 徐伟的这个老乡 近一段时间 频繁的和广东中山市 一个手机号码联系 通过分析之后 又通过对这个广东中山 这个人进行调查 发现了这个人 就是徐伟 就是犯罪嫌疑人徐伟 犯罪嫌疑人徐伟 在案发五个月之后 终于露出了行踪 警方调查发现 徐伟躲藏在中山市 一个灯具加工厂里打工 当时我们找到 他的时候 他正在车间角落里边 在工作 背对着我 然后我上去 我一看 这个人就是徐伟 贤疑人徐伟 细数案件原委 一个念头 让两个人 走向不归之路 我看到我的阿姨 一眼之间 书面就闷了 就命他 这样我帮了 听审在一起争议 谁该被 朱金方的死负责 以后发生事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一点 跟简单来说的不符 车祸疑云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犯罪嫌疑人徐伟 三十一岁 湖北省济春县人 徐伟到案之后 对持刀刺伤 朱金方的事情 供认不讳 据徐伟交代 刺伤朱金方的真正目的 是要对朱金方 实施抢劫 你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 就是你上了等我 一步一步的走错路 搞了倒置 到了最后 我那个朋友 所有的朋友亲人 都抛弃了我 都不理我了 徐伟说 他这些年一直在登剧场打工 因为迷上了赌博 而输光了钱 案发当时 湖北老家的妻子 又临近生产 徐伟说 他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 所以蒙发了抢钱的念头 于是买了刀 以乘车的名义 坐上了受害人 朱金方的车 就这样 徐伟带着新买的水果刀 坐上了朱金方的车 车子进了高速公路没多久 徐伟就谎称要方便 让朱金方将车子 停在了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上 随后对朱金方实施了抢劫 荒乱中 徐伟手中的刀刺伤了朱金方 徐伟说 他抢了朱金方的钱包之后 十分慌张 甚至连自己的墨镜外套 都没顾得上拿 就匆忙的逃离了现场 徐伟说 知道自己闯了祸 他没脸回老家 只好隐姓埋名 躲到了广东大工 由于朱金方已经死亡 对于徐伟的供述 以及作案的细节 警方无法进一步核实 犯罪嫌疑人徐伟被捉拿归案 这起高速公路上的持刀抢劫案 就算成功告破了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死者朱金方的家属认为 正是由于徐伟在高速公路上的 抢劫行为 导致了朱金方在高速公路上 被撞身亡 所以徐伟要对朱金方 民众的死负责 他们希望法院对徐伟处以重刑 正是这个要求 又引发了新的争议 2012年3月5日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检查院 就徐伟抢劫案 向丹阳市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徐伟在高速公路上抢劫 导致朱金方死亡 可酌情从重量性 被告人徐伟对自己的抢劫事实没有意义 但是对于朱金方的死亡 徐伟认为 并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抢劫而导致的 当时我没看到他下属 以后发生的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一点我觉得跟简单来说的不符 被告人徐伟说 他只是抢了钱 而朱金方是在他逃离现场之后 擅自闯入高速公路快车道 被车撞死的 朱金方的死 是肇事司机造成的 和他的抢劫无关 当时实在在高速公路上 被告人徐伟对被害人 跑步说能与不朽 引起的死亡结果 是应当具有 对于被告人徐伟是否属于 抢劫之人死亡 要不要为朱金方的死亡 承担责任 该承担多少责任 又该如何量刑 这一系列的问题 成了公诉机关 与被告人徐伟争议的焦点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 洪道德教授 欢迎洪老师 你好 洪老师你看 刚才我们听 公诉人这一方的理由 和被告人这一方的理由 好像都挺有道理的 您怎么评价 他们各自提出的这些理由 我比较更倾向于 这个公诉方这一边的理由 第一 这个犯罪人 他对这个犯罪 他是进行过预谋 第二个实施抢劫的地方 是自人于这个生命安全 高度危险的这么一个 环境里面实施的抢劫 这个危险就是 高速公路 它是全封闭的 那么你在上面进行抢劫的话 非常有可能会导致 这个被害人 汽车而逃 都有可能带来生命危险 这个应该是在 他的主观 这个认识 这个范围之内的 所以我认为呢 从这个角度讲 那么应该强调 就是他对被害人的死亡 他富有应当预见 但也完全能够预见 但是他应该说 至少是在我看来 就放任了 那么他这个危险 最终变成了事实 那他就应该对这个事实 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我们再来看 导致死者死亡的 这个直接的原因 他是被车撞了 那那名赵氏的司机 他要承担什么责任吗 没有责任 没有责任是因为 这个高速公路上面 我们现在行政法规规定的 高速公路上 因为他就不可以上人的 所以说在高速公路上 司机只要没有这个超速 那么办案呢 很正常行政 人许的这个 司机也没有疲劳驾驶 也没有减驾 对 我个认为这个案子 司机如果说 要是有责任的话 无非就是到交法里面 明确规定的 强制承担的 这个一点这个民事责任 交强险的 对 交强险范围内的 也就是这一点责任 那交强险不用他赔了 要是保险公司赔了 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 也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他发现 之前在全国的很多地方 都曾经出现过 类似的案例 但各地的判决 各不相同 那么 对于这起案件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2012年5月28日 丹阳市人民法院 做出了如上判决 法院最终认为 虽然被告人 徐伟的抢劫行为 没有直接造成 被害人 朱金方的死亡结果 但是 与朱金方的死亡 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所以 被告人徐伟 应担负 抢劫之人 死亡的刑事责任 同时 法院认为 事故车辆 驾驶员的 驾驶行为 没有明显的过时 我们当时是考虑到 宽延相继的刑事政策 对这种严重的暴力犯罪 要采取严的方法 另外 我们站在这个法律的角度 维护 良好的一个秩序 倡导一个 良好的这个法制环境 你希望就是今后 我们的司法解释 在制定的过程中 能够完善 案件宣判之后 被告人徐伟 没有提出上诉 疑似危险的抢劫行为 导致一个生命 猝然离世 尽管在法律上 我们可以厘清是非 我们可以对行凶者 实施严惩 也可以对受害人 尽量的赔偿 但无论如何 逝去的生命 无法挽回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洪老师 参与我们博士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 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与其他内容 明天见